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手工小匠 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就要到来了 我就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玩的弹跳南瓜手工教程 它是由日本哲似大师中村开启的作品 做好后可以压成薄片和南瓜两种形态 发现玩起来根本停不下来 为了能让每个小伙伴都能亲自上手体验一下 小匠已经把所有零件做成了A4大小的图纸 第一个是有图案的成品 是为了不会手绘的小伙伴准备的 当然追求独特的小伙伴可以打印第二张亲自手绘 希望大家可以在万圣节做出一个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 图纸我会以图文的形态发布 当然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好的,小伙伴们,接下来看一下制作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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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宝醸したり消したり話したのはいつだけ夜がだんだん寒くなりタバコのスモックが広がってく火の込みのざっとに彷徨うヘルホンをつけて苦しんで ほらね恋人が手を繋ぐ君もそう一人で繋ぐ 着信が響く誰かなよ彼女かなよ名のよかなよ 真面目なふりして近づくなよそれではないよそれそれよ好きなのにそばに離れたり傷つくのが怖くて無視したり いつまでも変わらないと思った二人が寄り添うその前に あの子は君の女神妄想で夢中になったあの子が振り返ると体が白くて痺れたの 人混みのざっとに彷徨うヘルホンをつけて苦しんで ほらね恋人が手を繋ぐ君もそう一人で繋ぐ 着信を響く誰かなよ彼女かなよ名のよかなよ かっこつけて挨拶をしたのよそれではないよそろそろなよ 好きなのにそばに離れたり傷つくのが怖くて無視したり いつか鳥味が縮まると思った二人が寄り添うその前に 東京の気温はあの夏 大家学会了吗? 是蠻简单的 如果你知道更有趣的手工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小江也期待大家做好或分享出自己的手工作品 我会在今后的视频中晒出小オ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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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